随着人类人民的进步 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在许多国家得到了普及 因此许多女性开始走进军营同男兵一起保驾卫国 尤其是在俄罗斯女兵更是非常广泛 他们可以和男兵一样接受高强度的军事训问 卫国防安全奉献出自己的一份棉卜之力 不过俄罗斯女兵在退役之后却和男将出去 那为什么感觉他们的人不多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在俄罗斯有许多青年女性从小接受军事训练 她们在入伍之前便能掌握许多的军事机能 而且有不少女性还会报名参军 这对于俄罗斯人口呈现负增长的严峻形势而言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至少女性参兵舞会减少俄罗斯病院紧张的现实威胁 但是女性在退役之后却普遍面临着很难出战的局面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究竟原因 是因为俄罗斯女兵和男兵在军营中以为都是一样的 所进行军事训练都奉行无差别的待遇 也就是说男性士兵的训练强度 与女性士兵的训练强度相差无几 由于长时间进行军事训练 所以这些女兵往往体型较为强壮 一般的男性难以驾驭 因此在寻找对象的时候 俄罗斯退役女兵并不会成为俄罗斯男性的首选 其次女兵难以出嫁还与俄罗斯的气候有关 众所都知俄罗斯是一个高纬度国家 长期处于低温之下 为了预含俄罗斯经常会喝高度酒 而在部队中女兵的酒量往往比普通女性要高出不少 长期以为高度酒很容易造成身体伤害 对身材也会造成一些 对身材也会造成身体伤害